每次寫歌的時候 都是順便在學自己的語言 怎麼發音 然後怎麼講 烏拉爾就是我們的蘆葦 你要不要講這個 我只要解釋烏拉爾就好了 烏拉爾是我們的火把 那是用蘆葦 都已經做成火炬 平時都要放在我們那個 堆木材的上方 或者是在家裡面比較涼爽 然後乾燥的地方放好 以備照明 或者是緊急事件的時候 晚上要出去的時候 就要帶走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從大學畢業之後 大概兩年前 我就回到部落工作 幾乎都是跟老人家相處 那自己的感受是 當跟部落的人關係 越緊密的時候 你所在意的事情 你在意的人會很多 尤其是當一個生命在離開的時候 即便它不是你的家屬 你都會覺得感到很難過 感到很不捨 所以這首歌其實是在寫有關生命的逝去 那為什麼會寫這首歌 其實是因為我的剛剛那位93歲 93歲的改悟 她的姊姊在幾年前還在的時候 他們每天講電話要一個小時 你看想像兩個90幾歲的人 講電話一個小時 還會追去 而且那時候他們沒有用 他們不會用Line那種東西 是真的那個電話分數很貴 但是後來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就聽到說這個姊姊她過世了 我當下其實是一直哭一直哭 但是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哭 明明我跟這個我感悟的姊姊 我沒有什麼不動 沒有那麼的熟悉 可是我卻很難過 我後來去想我才知道 我那樣的哭其實是對我自己的感悟的不捨 因為她的手足都不在了 她糊了那麼大 我們那時候講了一個笑話就是 通常不是當壓軸都是好像很厲害嗎 好像最精彩的 可是我覺得在一個人 在講一個人死去這件事情 當壓軸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有一次我問說 改悟年去找你的朋友啊 哪裡有他們都走了 就是很心疼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希望可以祝福感悟 然後也祝福那位已經離去的人這樣 那雖然會用這個烏拉日 我們後來其實本來沒有名字 每次都先做歌再想名字 那至於會 余米你還記得為什麼我們要娶烏拉日嗎 嘿嘿嘿好吧 然後我本來還是要丟給你 好就是烏拉日是火法 那所以我們想像 她這個已經走了的這個姊姊 她的生命走過死因的幽谷 但是她有一個火把在她面前引導她 那這位姊姊的生命歷程同時也是她的姿子孫孫 仿佛一把火把在他們面前成為他們的一個典範 不管是她曾經做錯過的或者是做對的 都可以成為後代子孫的這個借鏡或者是一個祝福 就這樣